火箭少女101最新私服照,吴轩怡超好看,小姐姐们这次坐高铁。 火箭少女101出道已经快一个月的时间了,这一个月的时间她们虽然看起来是各种忙,但是好像也没忙出什么东西出来,而说好的成团发布会和各种综艺节目的录制也全都取消了,只能说她们是因为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。 7月21日,火箭少女101的11位小姐姐从北京坐高铁前往上海参加某品牌活动。 吴轩怡这次是下身失踪,还是一脸的甜美,不过这身衣服估计也只有她的颜值能hold住,不然穿在别人身上真的是不好看。 杨超越挽着她的老父亲,两人慢慢前行,杨超越穿白衬衫裹着热裤,而父亲则是黑色短袖大袖性感,果然好看的人儿都是这么任性。 杨超越挽着人。 杨超越挽着手上拿着平板,戴着眼镜,这样走路也有没有让你想想笑的冲动,不过看杨超越这样真的是感觉她瘦了。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看来是下了不少功夫。 Inermy和Sunny这两位就有点老干部疯,浑身上下包得严严实实的,这样确定不热吗?和其他小姐姐站在一起难道不感觉像一个异类吗? 小彩虹徐孟杰还是那么可爱,这样的装备还是很适合她的,这样的牛仔短裙上配上一个小玩偶是什么意思?火箭少女101此次是去上海参加某品牌的发布会,所以其后如果没有其他的安排将会回到北京,但是有一个疑问,她们的单曲难道不发了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